如果你对92岁高龄的巴菲特 坚持每天喝五罐可乐的传言有所怀疑 那你可能还属于林长类生物的范畴 但要是你信了十余柱 25年不锻炼 每天只吃脑白金的鬼话 那你可能就要考虑 给自己的IQ卡充点QB了 25年以来 史老板有没有哪天忘吃药了 咱可不敢妄下定论 但是广大的人民群众里 连着吃了大半辈子脑白金的爷爷奶奶们 肯定不在少数 既然在广告里 中国神样的疗效那么好 那为啥25年后的今天 却显有史老板那样的大善人 来给咱们老百姓谋福利了呢 大家好 我是看着脑白金广告长大的Frank 国民级神耀消失的背后 真相究竟是什么 但是神耀非但没有消失 反而成了那一代人一辈子的福报 时间回到1980年 那是极其普通又极不平凡的一年 不平凡是因为 珠海和深圳在那一年 被设为了经济特区 普通是因为 史玉柱在这一年高中了 怀远县理科状元 从这搭数学系毕业以后 专业对口的史玉柱 被分配到了安徽省统计局工作 在那个十字率 还不如生育率的年代 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史玉柱 幸运地得到了 前往深圳大学 软科学管理系进修的机会 80年代末的深圳 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 怀衰梦想 下海创业的年轻人 从小县城 到大都市的这三年 史玉柱 不仅学会了最先进的电脑技术 还把内地人 没见过的营销套路 给玩明白了 当时 大量的企事业单位 需要批量进口电脑 而绝大部分的国外软件 对中文并不友好 使用起来非常的麻烦 而精通软件设计的史玉柱 正好研发出了一款名叫 汉卡M6401的物理插件 只要往电脑的主机上 那么一插 就能自动把里面的养软件 给本土化了 既然问题有了 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有了 那么接下来 就该研究研究 怎么赚吆喝了 1989年8月2日 带着东拼西凑来的4000块钱 再加上 奢账车来的5000块钱 史玉柱 走进了计算机世界 报社的广告部 在这家 当时全国最有影响力的 中文软件报纸上 刊登了汉卡的广告 M6401 历史性的突破 如此夸张耸动的广告标语 放在现在来看 有点幼稚 但对于30多年前的人来说 刚刚好 只可惜 当年的客户 并不能像现在 带货直播间里的家人们那样 光速下单 只能舍尽求远 通过打电话给报社 来进行预定 在苦苦等待了 曼城的两周以后 史玉柱终于收到了 汉卡的第一笔订单 四个月以后 曾经的穷小子 赚到了自己人生的 第一个一百万 是的 你没有听错 从四千块到一百万 史玉柱只用了四个月 当时 尚未走出过国门的史老板 还一度怀揣着 一个相对纯粹的梦想 他期望 自己的有生之年 能办成一家伟大的企业 像大洋彼岸的蓝色巨人那样 带动人类的进步 一年后 他便给自己的商业帝国 取名巨人集团 花开花谢 潮起潮落 想成为巨人的 又何止史玉柱一人 作为广东省内 唯二的经济特区 从设立之日起 珠海就一直被深圳挡在身后 为了摆脱血脉压制的宿命 珠海开出了现金 加豪车 加房产 加一大块地皮的天价条件 从深圳挖来了史玉柱 盼星星 盼月亮 可算是把科技标兵给盼来了 那珠海市的各有关方面 还不得逮着一只羊使尽好 领导天天视察 媒体天天宣传 你说来就来吧 还非得指指点点写写画画 批给史老板的那一大块地皮 原本只打算造18楼 可还没等房子动工 建造意见书上 就写满了各种批示 好端端的办公大楼 硬是被魔改成了 70层的中国第一高楼 没办法 忠诚不绝对 等于绝对不忠诚 既然上面的指导意见 都已经下来了 哪怕明知道卖软件赚的钱 可能填不上造房子挖的坑 史老板砸锅卖铁 也得把这巨人大厦给盖成 但是违背客观规律 注定必死无疑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大厦停工了 项目烂尾了 史玉柱成负债两亿多的老赖了 阳光照射下的废弃工地 显得格外扎眼 甚时高盆满座 摔石鸦雀无声 生活有时就是这样 先让你苦一阵子 等你适应了 再让你苦一辈子 但是那个黄金年代 并没有让史玉柱落魄太久 1995年 正值巨人大厦破组东宫 急需要用钱的关键阶段 软件销售那点杯水车薪 肯定是指望不上了 史玉柱需要一个 来钱更快的新的项目 此时巨人集团内部 向史老板举荐了一位高人 此人名为吕松涛 研究生毕业于东北大学 做过地皮生意 也干过中药代理 和史玉柱是安徽老乡 也都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下海创业 精通国学经典的吕松涛 加上擅长营销推广的史玉柱 王对上了王 将遇上了将 没过多久 一款主打戒脑的中国神药 脑黄金便诞生了 据说这极有可能 是中国广告史上 针对单一产品 最丧心病狂的营销推广 全国上百家主要报纸媒体 整页整页刷屏式的刊登着 让一代人先聪明起来的广告 仅仅耗时一年 脑黄金就为巨人集团 带来了超过一亿元的利润 但是无奈 巨人大厦的坑实在是太大了 随着中国第一高楼项目的烂尾 史玉柱不得不分道扬镳 史玉柱在脑黄金的基础上 开发出了洗脑几代人的脑白金 而吕松涛则是带着一款名为 中华林芝宝的神药 转战来到了上海 并创立了自己的厂牌 绿谷之药 中华林芝宝的主要成分 是五毛钱一克的包子粉 核心卖点主打癌症治疗 1996年 吕松涛托人 给时任陕西省卫生厅的 赵思安赵处长 塞了一万五千块钱 不得不说 吕松涛看人真准 在没有做任何药理药性 毒理毒性和临床试验的情况下 第二天 药品的批文就下来了 有时候 研究人确实比研究药来得更高效 1997年 吕松涛更进一步 成功搭上了中国科学院 上海药物研究所的丁建 那时候的丁建 还只是一名普通的研究员 而现在 已经年满70岁的丁院士 早已是中国药学界 泰斗级别的大人物 1998年 绿五制药和上海药物研究所 联合完成了 中华灵芝堡 对人癌细胞生长作用的 体外实验研究 找到了组织的中华灵芝堡 随即改名 双灵固本散 一款 由小作坊生产的保健品 摇身一变 成了一代抗癌神药 甚至 还有不少媒体 都曾真相报道过 患者在服用了 中华灵芝堡之后 起死回生的故事 活学经典 加院士背书的双重buff 给中华灵芝堡 或者说 双灵固本散 穿上了复活甲 要不是 后来有患者吃药吃死了 家属因为赔偿问题 开始闹了 这款抗癌神药 大概率 永远不会出事 2008年 央视曝光 神药被查 提前收到了 风声的吕松涛 不得不远走美国避难 经历了这一次的经验教训 他痛哩思痛 暗下决心 死生 一定要做好药 如果不行 至少要做 吃不死人的药 好在 丁院士 非但没有过河拆桥 卸磨杀驴 烦恼向吕松涛 引荐起了自己的爱徒 耿美玉 耿美玉和丁院士的人生轨迹 十分相似 同样是在日本求学深造 同样是在中国科学院 上海药物研究所供职 耿美玉学术研究的重点 是阿尔兹海摩症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症 2009年 神药造假风波平息之后 吕松涛重返国内 斥资900万美元 从耿美玉手中 拿下了阿尔兹海摩症 治疗新药 GV971的合作开发权 对于这款神药 吕松涛一改往日的大嘴风格 在获批上市之前 是坚决不宣传 坚决不露面 但是 这款药 当真是没法低调 阿尔兹海摩症 是继心脑血管和恶性肿瘤之后 老年人治残治死的第三大疾病 哪怕放眼今天 全球范围内 也还没有出现 能够将其根治的特效药 过去的20多年 全球各大厂商 为了攻克这个世界性难题 可没少出钱出力 日本的武田 英国的阿斯利康 美国的辉瑞 莫沙东 李莱 丹麦的林北 瑞士的罗氏 纷纷倒在了临床三期前 可没想到 一只不险山 不露水的我们 又一次实现了弯道超车 2019年11月2日 GB971 获批上市 成为了我国 自主研发 并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 针对阿尔兹海摩症的 创新药 可能是人类时尚 历史性的突破 作为项目牵头人的耿美玉 明明可以拿诺奖 拿到手抽筋 却还是选择扎根一线 我在上海 当一个小小的 药物研究所的副所长 他真的 我哭死 但是国内学界 依然不乏好事者 胆敢提出质疑 以首都医科大学 校长饶役为首的退化派 提出了三大疑点 一 从1997年开始 研究阿尔兹海摩症的耿美玉 在长达26年的学术生涯中 竟然没有发表过任何一篇 关于GV971的论文 二 GV971的药物激励过于离谱 竟然是通过 干预肠脑军群 来影响大脑 降低神经炎症的 通俗的说 就好像 头痛一脚 脚痛一头 三 GV971的临床试验过短 只有36周 远低于国际标准的80周 并不能充分说明 该药物对阿尔兹海摩症 具有长期疗效 双方的口水战 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 直到2021年1月 科技部亲自下场 这场闹剧 才最终以 耿美玉不存在造假行为收尾 更加令人欣慰的是 GV971的主要成分 是从海藻中提取出来的 糖力固质 即便疗效不好 至少也吃不死人 李松涛再也不用担心 重蹈中华灵志宝的负责了 同年12月 GV971正式进入了 新一轮的医保药品目录 神药被彻底洗白 光辣患者捞到了实惠 耿美玉拿到了平忧 李松涛稳住了销路 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 最后 怎么能忘了 咱们的学界太斗丁院士呢 2011年 中国科学院 上海药物研究所 牵头成立了海河药物 接下来请别眨眼 骚操作要来了 2016年7月 药物所退场 李松涛所在的 绿谷集团进场 并收藏了 19.51%的股权 两个月以后 绿谷集团退场 丁院士进场 并且吃下了 绿谷集团的全部股份 又过了两年 丁院士如法炮制 再次吃下了 另一个持股平台 西藏南疆 15.48%的股权 在完成了 这一次的股权变更以后 丁院士的实际持股比例 来到了55.48% 成功将 海河药物 这家上海药物所 席下的国有企业 洗成了属于自己的 私人企业 2021年2月 海河药物 正式递交了 科创版的上市申请 一旦通过 做买卖的旅送套 不知道得卖多少神药 才能赶上丁院士的身家 直到我认真查看了 海河药物的招股说明书以后 我才意识到 原来更离谱的 还在后面 整个2018 2019年 以及2020年的前三季度 海河药物 完全没有任何产品 上市销售 仅仅只是通过 思路迪 这个主体 收取了一些技术转让费 这个套路 其实不复杂 简单来说 就是由思路迪 去海外寻找一些 规模小的经营不下去的研究所 花钱 把它们正在研发 或者研发到一半的药物 给买回来 在国内 随便做个临床 不用搞得太严谨 就可以拿到屁纹 哦 忘了说了 丁院士的另一个title 是国家 新药晒远中心的主任 而海河药物 从思路迪那里 收到的 所谓的 技术转让费 其实就是中介费 至于那个思路迪嘛 实际控制人熊磊 跟丁院士一样 同样也是中科院背景 不得不说 院士就是院士 都什么年代了 还在那里搞传统呆痴 没想到 现在的大佬 都这么喜欢追求刺激 亲自刮算 嗨 不像我们这种搞自媒体的 还得藏着掖着 最后 再回到视频开头的话题 神药为什么消失了 其实 神药并没有消失 只是换了个名字 现在它叫 国产创新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了别忘了点赞关注 那么下期再见 各位拜拜 感谢观看